今天话题跟大家讲一下你睡觉的姿势 因为在我讲有关睡眠的时候 有朋友留言 哪个姿势睡觉是最健康的呢 所以为他找到资料 现在就讲一下各样的姿势都各有利弊的 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的电邮 它说研究的结果各种垂肢各有利弊 如果你有特别健康问题的人 你不妨参考一下以下的资料 哪样是适合你自己决定 首先它就讲养睡 就是你打平睡在这里面向天花板 好处就是骨骼的医生指出 如果你有背脊的痛 颈椎问题的人士 如果你养睡 加上有些足够承托力的枕头 在头下面和膝头下面都放一些剪 是可以令到你的脊椎保持自然的状态 是可以减轻你背脊的痛 美容的医生也说 如果你养睡 是令到你面部的皮肤少了手压 面部就不会容易 因为容易流汗的毛孔就阻塞住 所以可以减少皱纹和暗疮的发生 我自己因为有颈椎问题 所以我是长期是养睡的 已经很多年是这样的了 坏处就说因为根据研究指出 养睡比側睡容易造成 你会有鼻汗和睡眠窒息的问题 因为地心吸力令到养睡那些人的舌头 是容易倒向喉咙的方向的 变成了气管就窄了 所以是不适宜有气喘 或者呼吸中止症的人 也有研究说 这个养水是会增加你磨牙的机会的 第二个就是苦睡 即是趴在那里睡 好处就不是这么多 根据睡眠专家认为这个姿势 是有助消化 特别是你睡觉前吃过晚餐的人 是比较有效的 它的坏处就真的很多的医学界 普遍是不鼓励这样睡觉 因为会导致你的呼吸问题 专家指出你的骨骼肌肉的角度方面看 这个是最差的姿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头颈要扭向一个方向 向一边 你几个小时都是这样 就会导致你的头颈肩都会痛 甚至一些痛楚会扩散到你的手臂 这个这样的睡觉会令到你下背部受到压力 会加剧了你下背部的痛 而香港树人大学也有研究说 这些这样的人睡觉 是会很容易发一些很刺激的梦 相信是因为跟呼吸困难有关的 第三样就是打側睡了 有研究指出 你无论左或右 都可能有帮助你的脑部 脊椎和神经系统清理废物 是有助预防脑退化症和其他神经退化症状 而中医亦认为 你侧睡无论左右也好 是对于这个养肝做血是有帮助的 先说一下侧睡的左侧 好处就是有胃酸倒流的症状 这些朋友最适宜了 因为研究发觉他们左边睡的时候 会减轻这个症状的问题发生 医生认为现时的原因还未很清晰 但是相信左侧的时候 内脏排列的位置 是可以显着减少胃酸液出食度的 我自己最近这半年 因为胃酸是很严重的 我这个情况犯法 我就由这个氧水改为左侧来睡 这样我觉得胃是舒服点 没那么辛苦的 而左侧对于孕婦来说 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因为在怀孕期间 胎儿的时候 子宫会慢慢向右旋转 如果选择左侧来睡 可以防止子宫歪了这么多 这个位置就正确很多 但是这个坏处 土耳其就有研究 40.9%左侧的人 睡觉时都会发噩梦 相比之下 右侧睡的人发噩梦 只得14.6% 这项研究是被登刊在国际的期刊 睡眠与催眠 Sleep and Hypnosis 另一个方式 当然是右侧睡 那它的好处就是 令到你的心脏受压较少 因为心脏是偏左的 这样就可以有助降低你的血压和心率 对于高血压和有心脏问题的朋友 这方面是最适合的 但是坏处就是 纽西兰有研究 如果怀孕后期或者孕婦又側睡 这样会影响对胎儿的公血 增加胎死腹中的风险 最后的睡肢就好像胎儿的睡肢 即是双腿弯曲側睡 根据骨骆医生的指示 他说胎儿睡肢的人 就算你在睡梦中转换隧脂 脊椎也有足够的活动弹力 只要他双腿不是卷曲得那么紧 就可以保持呼吸的暢顺 就是有助安眠 而心理研究也指示 这个胎儿姿态的隧脂 是可以减压的 坏处就是因为这样 会令到你的头、颈、关节受压 加剧了你的颈痛 所以需要足够大的厚的 和承托力够的枕头 令到你的头部保持平直 那就好了 如果你有背痛 双腿之间 就放一个薄薄的枕头 减轻你的脊椎压力 以上这几种隧脂 大家可以看看 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需要顾及 就选你适合自己的体质的隧脂 那你就可以安隧到天明了 那究竟没有特别问题的人 哪个隧脂最好呢 那你就会留待我下回分界了 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